今集我繼續和Woody和Yan來到Batea 一間美麗酒店看多點 這間酒店最大賣點就是Seaville 還有Pool Villa 我們現在在Batea Rainy Sons 酒店 看到後面的R字不是代表Roger 是酒店的名字 這間酒店除了外面有個很漂亮的大堂之外 現在我們坐在這個位置 還是一個很漂亮很有Style的Bar 除了Style這麼漂亮的Bar 在旁邊還有拍照打卡在旁邊 很漂亮的 現在這個酒吧其實有一個特別服務 就是逢星期四至日的黃昏六點鐘 都會做一個迷你秀 就是來Live煮一個Cocktail給你看 這個Cocktail就是會用到 本地的材料 有些香料 全部都會是一個石鐘 是Chun Woo Lee做的石鐘 你知道嗎? 是用一個石鐘來做的 如果大家怕不記得六點鐘要下來的話 都不要緊的 他們會敲一個爐 很響很大聲的 就提醒你六點鐘 可以下來拿FreeCocktail 很棒 其實這個環境這麼漂亮 無論喝Cocktail也好 或Mocktail也好 都會上心樂事 我都拍照打卡才行 等我等我 你慢慢拍照先 我跟Yan去看房間 你去開房嗎? 是 沒有房間 好的 看什麼房間這麼厲害 當然是海景房 這裡的酒店 大多數房間都看到海景的 這間酒店開了有七年左右 總共的房間有257間 分了九個種類 而我們現在坐在這間 就是最受歡迎的房間 你知道為什麼嗎? 是因為這間房間 是對著海景 有180度 Panorama 再加上床頭邊 有USB插頭 喇叭 藍牙接駁 都可以聽歌 好浪漫 還有這裡每一間房間 都會有浴缸 這間房間還有一個大露台 價錢就會是7000匹起 7000匹都要看看 黃貴還是淡貴 淡貴的話 可以7000匹起步 如果黃貴就高一點 這間房間的Sea View 就會分了四個層次多 你在露台又可以看到很美的Sea View 進到房間在床上一樣可以看到 再不然進到廁所浸浴 又看到Sea View 坐在馬桶上也可以看到海景 看完較為受歡迎的房間 我又看到一些貴的房間 就是Pool Villa 沒錯 Pool Villa 其實在巴亭亞這個地方 我相信很多香港朋友都已經很熟悉了 所以真的不需要每次來到 都要玩得這麼熱鬧 燈紅酒陸 有時來到選擇一個 好像這個這樣 這麼大的空間 這麼舒服的Pool Villa 攤口一下 都一樣是這麼棒的 上去Pool Villa 樓上 你會看到海景 兼且房間大幅相當大 還有這個位置 大型的洗澡缸 這麼大的圓型洗澡缸 方便兩人在這裏 鴛鴦汽水 一個人都可以 三個人都可以 連小朋友都可以 兼且還有很大的walk-in-close 跟我看看 帶多少衣服來換都沒問題 但最實際的 究竟這個Pool Villa 賣多少錢呢 如果是說平時 平時不是旺季 大概兩萬四匹一晚 如果旺季當然是更貴 兼且這間酒店 還有一個類似私家的海灘 所謂類似私家 因為限責任 通常都不會走過來 所以就由魚酒店私家海灘 我們在這裡拍照留念 哇這個鏡頭夠漂亮 接著還可以在草坪 慢慢聊聊天 然後走上去 這間酒店 晚上有時都會在海灘之上 搞一些派對 或者BBQ 再不是泳池那一層 其實景色都漂亮 不過 剛好今天 也有很多人客在這裡 又免得拍到其他人客 所以就沒什麼 特地拍過泳池給大家看 其實剛才已經在房間的時候 在高空吊下來 你都見到泳池的模樣 有興趣 不妨回大家看看 這些都是拍照打卡領位 右邊見到的 又是另一個餐飲地 但旁晚會開 有酒水供應 剛才說到泳池有很多人客 不方便拍 但這個小童池就可以了 有小許類似水上樂園的設施 讓小朋友都可以在這裡玩得開開心心 而且這裡還有一個Kiss Cup 不過就沒有拍到 如果一家大小來住的話 小朋友都不受寂寞 現在來到這個吃飯的地方 這裡剛才剛才提到 多數的住客 會是泰國人 本地人 所以多數的菜單裡面 都會是泰菜 聽說很正宗 正不正宗 你先半個泰國人來試一下 好嗎 好啊 我先選一下吃什麼 我想試這個 這個就是沙爹雞肉的 一點點 給你了 你試一試 謝謝 除了沙爹雞 看到旁邊是紅咖哩鴨湯 Woodie哥哥都喜歡吃這個 還有在旁邊 這個就是咖哩雞棉 即是Bubble咖哩雞棉 我們叫烤菜 還有這一碟 阿聰哥很喜歡吃 一定 幸好阿聰哥沒有來 不用跟我去參加這個 啤梯 即是泰式炒河 然後在旁邊 就是很美的東陰公湯 那你覺得那個沙爹雞呢 好吃嗎 很好吃 醃得很好吃 味道很正宗 還有雞肉燒得剛剛好 一點都不乾 哇 非常好 那不如Woodie要試一下 冬陰公湯 因為看起來都很美 試一下湯 哇 都幾大隻蝦 嘗一下 嘗一下 我百分之一百的泰國人 覺得這一碗的東陰公湯 是很正宗的 辣不辣 中辣 中辣 你其實可以叫它辣一點 或者少辣也可以 那些蝦呢 都看起來都好像很新鮮 咬一咬下去就知道了 嗯 喂 聽不聽到嗎 嗯 脆的 脆的 很爽口 但牙的蝦 真的把明是新鮮的 嗯 不錯 嗯 嗯 很棒 嗯 全部的東西都敢吸引 我們繼續吃東西 對 來 喝一杯 乾杯 乾杯 所以 若然你想去巴提亞住酒店 但又不想遇到那麼多國際遊客 的話 這間也挺適合你